大家好 欢迎收看永迈子学院 为您提供的tm5加css3轻松入门语持战事连教程 制作我们的这个产品列表页 产品列表页的话 首先是这个图片列表页 超简单 好 超级简单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把这个首页 首页的话 然后把这个style的话就关掉了 style关掉 然后首页Ctrl C复制 然后打开我们的这个psc list 好 然后Ctrl V粘贴 好 粘贴以后重新再入 list就有了对吧 有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左边和右边的side里面都删掉 好 只留下头尾 Arct 在哪里啊 在这儿对吧 一直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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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哪里呢 到最下边到这里对吧 这个也是到最后的side 好 outside 然后刷新一面看一看 好 就把左边和右边都搞掉了对吧 搞掉了 然后首先来 嗯 产品列表页的话是哪个链接啊 应该是第二个链接了对吧 第二个链接把这个class呢 给第二个产品列表页对吧 给他 好 给他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选中这个 好 刷新一下对吧 回首页就是首页这个 回产品列表页 产品列表页 好 然后 左边呢 我们需要给他一个这个 我现在的位置个 对吧 您现在的位置 产品列表页 好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在这里 放心 列表页非常的好做 好 加一个header 然后加一个这个h2 好 放进去 刷新 那么就是您现在的位置 产品列表页 然后适当的给他一个颜色 颜色值 那么我们可以给他看一看啊 h2 那么给他一个 首先color给他变了对吧 颜色给他变成信号444 好 然后font-size等于16个像素 好 这不就搞定了对吧 还可以再小一些 那么就用这个吧 这个颜色 这个大小也看着可以对吧 可以 但是呢 这里呢我们还要新建一个css 因为刚刚的那个页面的话 是主的页面对吧 那么我们要弄一个这个list的一面 list 好 list 然后加上注释 这叫做图片 图完列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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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样呢 图完列表 然后 arct下面的h header下面的h4对吧 好 重新刷新 哎 没有效果 为什么 因为没有引入对吧 没有引入 好 前面来将它引入counterd 复制一份 然后可以把这个去掉了 这个 幻灵片这里有没有 对吧 有没有 没有的话就叫做 这里叫做list 好list 然后重新来 好 产品列表页就搞定了 然后列表页下面呢 还有个下滑线对吧 下滑线 嗯 直接来 直接在样式里面来 下滑线 border gumbart 然后 bur dr 哎 不对啊 昏了啊 人糊涂了 一个像素 新号 fd f f f 然后换一个浅一点的 颜色 好 刷新 好 在这里对吧 嗯 不明显啊 就是这样 就是要它不明显的这个效果 padding bud 向下 10个像素 好 major bot 4个像素 不用major bot 等一下用下面的这个来 那还是加一个吧 哎 这人有点犹豫 10个像素 好 好 这样 然后 然后复制过来 给我们来圈 好 重新再入 那么这个 产品那边的这个提示呢 就完了 对吧 然后下面呢是这个 产品图片 对吧 产品图片 那么这个更简单 对吧 更简单 好 找到 你现在位置下面 然后 加一个 ul 然后就是 例 例里面呢 就是 就是 helf 等于 内容页的链接 然后 是 图片 imagine 然后图片的路径的话 没有 对吧 没有图片 到哪里去找图片 百度啊 imagine 百度.com 找一个设计的 然后 比如说 这个 薄荷 另称为 桌面 呃 pac 1 好 看一看 另称为 pac2 好 刚刚命名好像命名错了 对吧 这个 大小无所谓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定义它的大小3 定称为 4 又红 错了 这个吧 古画 5 6 5 5 6 7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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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12个对吧 这里是12345678 8个了 9101112对吧 12个这个 12组 看一看 12组 然后来进行布局 嗯 下面的 嗯 在这个 这个 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再加一个class class的叫做 piclist piclist 那这个区别的话就是为了区别 等一下为了区别和那个 文本那个普通列表的一个 区别 首先的话是让 选中 两个他们两个都有的共同特性 好 共同特性呢 就是让他们Display 等于enlame block 好 让他们这个 然后 对齐方式 叫做tope对齐 顶部对齐对吧 好 然后重新再入 好 就把它给去掉了 啊 这里错了 应该是下面的力啊 不是他 好 好这样 然后来计算一下 它的这个宽度是 628 好 628 除以3 等于209 对吧 209.333 那么就是208吧 先看一下 208左右 控制它的宽度 208px 好 208px 差不多 先 来 px list px list px list 下面的力 宽度等于200多 好 看一看 哎 没选中 不是它 不是力宽度等于200多 还有它的这个imagine 对吧 两个其实都是要一样的 重新再入 还是没有效果 px list 难道打错了 果然打错了 这里少了一个a 对吧 list 少了一个 例 例 好 这样的 然后再来刷新 好 它就变回了 但是呢 这个没做图片之内呢 这个间隙还是存在的 对吧 间隙的话 还是一项老方法来更改 先把这个去掉 好 复制一份 Ctrl D X 对吧 这样来 首先看一下四个有没有问题 好 没问题 然后 复制 复制到这里 好 没问题对吧 看一看 看一看 没有问题 然后 设置他们的高度 高度的话 就以这张图片的高度为高度吧 139 那设置会设置为10 140吧 好 看一看 在哪里 在这里 208 然后高度 104 105吧 105px 好 图片和这个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好 这样的话 这图片的话 就相当于有一个压缩 105有点小 对吧 有点小 高一点 看一下这边 这边的这个图片是多大 199乘以124 好 124至少都是 124 124 高度等于124 好 124 然后呢 设置他们的这个向右浮动 对吧 不是向右浮动 是向右的时候的这个 measure rate 等于 10个像素 看看 然后第三个 没有这个measure rate -rate 等于丁 看一看啊 还是 它还是不行 还是不能下来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宽度给它 给它低一点了 好 改改 多少 202 对吧 202 202 然后 measure rate 10个像素 好 这样对吧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怎样来选择第三个呢 好 第三个 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用到之前学过的一个知识 那么什么知识呢 就是我们之前所学的那个那个那个 循环使用样式对吧 循环使用样式 对吧 循环使用样式 list 等于 net 切的 然后等于 一共是几个几个几个几组一个 一共有几组样式 那么可以设置三个对吧 因为我们这里是每三个一个好 三个 然后当前的是谁啊 是第三个三加三 那么就表示的是我们的第三六九个对吧 三个六个九个好 然后给它设置measure rate 0 看一看 0 对吧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然后再来 再设置这个立 立的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底部 底部 好 这样来 好 叫做measure rate 等于 10个像素 好 10个像素 看一看 好了吧 可以了吧 好 然后呢 还要给它设置什么 设置这个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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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宽度有了 还要设置这个高度对吧 高度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就不让它参与了 不让这个 这个 D参与 不让这个MG参与 MG 图片参与 我们的这个 对吧 把这个拿出来 好 图片拿出来 然后这是下面 下面还要添加 超链接 好 第一个 然后呢 呃 加在这里 后面 后面 那么等于 这里是文字标 这里是标题 不是 等于这个 然后名称叫做 这里是标题 好吧 这样 然后 给这个 都加上 还有一个 不对 两个 也不对 两个 这里没复制好啊 文字标题对吧 斜杠力之前 好 然后重新来刷新 好 跑到下面去了 跑到下面去了 因为这里这个 力的话 有高度 好 有高度 那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高度给去掉 看一看 看一看 这个标题是多高的 好 标题是21个像素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 不对这个 进行设置高度 不对这个 点错了 不好意思 不对这个力设置高度 或者是把这个高度设置为当前的高度 看一下 在这 149对吧 高度149 好 我们把它设置成149 算了 149 然后刷新 好 没问题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让我们的这个标题啊 标题干什么 居中 对吧 居中 好 让它下面的这个内容 text center 好 居中 然后链接的这个样式 嗯 正面话就在这个下面搞吧 公共的 好 等一下 文字那边也是同样一样的 好 下面的 长连接 然后 color 等于信号 444 好 这个样式 下滑线去到 text no 好 下滑线去到了 好 那么这样呢 就没问题了对吧 没问题了 然后 然后来设置它的这个 电接鼠标移动上去时候的一个 这个这个动画效果 好 动画效果 那么这个动画效果的话 我们来设置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 例这里 嗯 下面吧 呃 -wb 这个封装一个叫什么 叫做 piclist 的这样一个 动画组对吧 关键帧 好 当它为0%的时候 0%的时候 旋转对吧 旋转 好 trust fo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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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 改成这个 webkit 好 trust for 然后 o t at 旋转 多少度呢 刚开始的时候 零度 对吧 零度 好 看一看对不对 看一看对不对 这个没有效果 刚开始是零度吗 没动 好 然后 然后 旋转到 大约是 60度 左右吧 60度 那么 给它这样来 30%的时候 或者40%的时候 40% 然后旋转到60 好 60度 嗯 下面呢 我们先把这个执行动画的这东西啊 给它 复制上去对吧 嗯 叫做 利 下面的 hover hover hobel 对吧 利hover 下面的这个imagine 好 执行给它 嗯 加入写法 webcat 杠 emission m i n 不对 m m i t i o i o 然后 哪个呢 是paclist 对吧 pac paclist 好 执行这个动画 然后执行时间 还有这个 动作对吧 执行时间一秒钟之内完成 一秒钟 好吧 然后 动画类型 tm tm ng -function fun ctln 对吧 等于 linear 然后刷新 看一看 并没有效果 好 检查一下哪里的问题 webcat admission 好 这里打错了 admission 这里 应该是i i 不是i 对吧 这里改一下 好 然后重新刷新看一看 可以了 对吧 可以了 看一看这边 然后设置放大 对吧 然后设置放大 我来设置它的放大 放大效果 好 呃 这里呢只是定义了它的这个旋转 对吧 呃 再回来看一下 它这里是怎样选择的 先过来选择回零 然后再回过来 再选择对吧 回零再选择 这个呢 先这样 嗯 先来设置它的放大 复制一份 好 放大 1 好 放大一倍看一下 1 好 这个放大的功能就有了 对吧 放大功能有了 但是的话 这里要把它跟到它的后面去 对吧 记得 记得之前所讲的 讲的内容部 就是执行多个动画的时候呢 要把它复制到后面去 好 复制到后面去 放大到2倍 40%的时候 看一看 嗯 不需要加前缀 哎 不对 怎么没效果 啊 这里多加了一个空格 空格也不要的啊 空格也不要的 好 重新刷新 看一下 好 有了这个效果对吧 有效果了 它是放大 放大再来 这边呢是放大 然后再旋转 对吧 再旋转 那比如说我们到百分之 百分之七十的时候呢 我们又让它 给它一个样式 百分之七十的时候 旋转到零度 不 百分之六十吧 零度 然后 百分之九十 是三十度 看一看怎么效果 好 这是这个 加一个负的 测试一下 负的话它会先向一时针方向旋转 然后再过来 对吧 就是加负数 改变负数 好 这里的话 先是六十 然后再改成 六十 再改成零 然后这里是两倍 到一倍 测试一下 有点混乱 对吧 有点混乱 零到 零吧 就是零 六十 三十 好 就这个效果了 不变了 好 就这个效果 但是缩小的话 这里要缩小到 五 我看一下啊 三十 到 零点 八 一点八吧 一点六 一点三 零点八 好 好 看一看 好 就是个效果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来做我们这个产品列表也的这个效果 图片列表的效果 好 然后呢 那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这个样式 那么什么样式呢 就是一个透明的透明图片透明 背景透明吧 背景透明的这个样式 好 那么这个怎么加呢 在这里 是一个透明度 可以 那么可以 百分之九十 就是一 然后 百分之六十的时候呢 是 零点 二 好 好 百分之四十的时候呢 是 零点 七 或是零点九吧 零点九 百分之零点时候呢 零点 五 看一下怎样一个效果 好 有一个这个特别的效果对吧 这样看着呢 就比较舒服了 好 那么 这就是这个 产品列表 然后下面呢 来给它制作这个导航 啊 制作这个链接 下页上页的这个链接 好 那么这个呢 也比较简单 嗯 在这里 找到list下面 好 在这个 这个的下面呢 我们可以给它分成两个 因为现在的话要加这个 要加 内容 要加这个 链接的内容 所以说的话 我们还是把它分为两个 好 分为两个 这个是上面的一个 好 上面的一个 然后这个是下面的 那么这个的话 给它定义一个class 那么这个叫做 呃 list navi 什么意思呢 好 链接导航对吧 大vi 大vi 好 然后 ul 啊 ul 都没来 ul 然后 li 好 然后 超连接 儿 就等于list 就等于 等于 等于list 好 list 这 然后 比如说 第一个是 看一下 第一页对吧 1 然后 把这个 复制 复制到这里来 你 然后 后面的 跟上 12 3 诶 不对 3 4 2 3 4 看一看 123 4 然后还有个下一页 最后一页 好 下一页 最后一页 下一页 最后一页 然后 刷新 好 在这里 对吧 在这里 但是呢 它有一个样式被控制了 它被哪个控制呢 被我们的这个 看一看 立 对吧 被wifer下面立 那么我们可以单独的定义 定义它的这个宽度和高度 或者说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看一下 list 诶 刚刚我们定义的这个产品 list 呢 在这儿 对吧 这里怎么跑到这个border 对的 这里 把这个 pslist 给它 拿到下面来 拿到class里面来 好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进行影响了 看一看 好 这样就没有影响 对吧 然后 设置它们的这个样式 设置它们的样式 那么 看一下 首先呢 给它们这个 black green的 传统的颜色 就是我们蓝色 好 然后color 等于信号 fff 这个是超链接的样式了 padding 等于上下 两个像素 左右 十个像素 好吧 左右十个像素 看一看 对的 或者是再小一点 也可以 哎呀 给错了 好 就这样三个像素的 两个像素 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列的 列表的样式 那么这个叫做 这个去掉 这个是下面的下页上页的 notice 有一位 列表的 屏� 好 点 列表 下面的 例 看一看 对的 然后 然后再给他们一个这个Majorate 十个像素看一看 好 真合适 十个像素在这 然后下面的额呢 是这一个 白色 Color等于信号 FF 好 重新再入 F 没起作用 内下面的 也没有起作用 看一看 怎么回事 这里这个 优先级比较高一点 我们给它设置 然后把这个力给去掉 好 重新再入 那么就白色了 对吧 白色 然后我们再比如说设置一个当前页 比如说我们当前页面的话是第二个页面 对吧 第二个页面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 颜色 好 逆 逆 逆下面的点 按 然后给它一个 background 等于信号444 好 然后呢给这个 这个第二个class呢 添加个按 好 这个就表示当前的 所在的那边的第几页 好 第二页对吧 第二页 然后背景颜色的话实际上可以 像这边这样加淡一点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 由于时间关系 就只把它弄成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包括我们鼠标移动上去的时候 也是这个颜色 好 那么可以这样来 刷新 对吧 好 对的 然后还有个这个变化效果对吧 见面效果 见面效果 在这边拿来之前的借一下 动画 在这儿 载一个动画过来 好 放到我们的这个list里面去 例里面去 然后它的这个background 对吧 复制过来 刷新 好 一个见面效果就出现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左部分 然后右部分呢 也比较简单 右部分也比较简单 然后 右边我们看一看 是 在这里 好 list 右边 右边的话分为几个部分 对吧 分为几个部分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sec section 这是第一个部分 然后再复制一个两个 对吧 因为这里的话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点击排行 一个是热门文章推荐 对吧 好 复制一下 过来 这里面来 然后 div ed 等于 class 等于什么 等于 top list 好 top list 然后里面放一个超链接 这个呢 就应该没有标题吧 没有没有超链接吧 没有超链接 啊 直接是一个h2 或者是给他h3也可以h2 h3 h3吧 好 给他h3 h3 然后刷新 对吧 热门文章推荐 那么我们仔细把这个颜色给他改一下 好 h3的颜色 list 嗯 点 top list color 等于信号f 呃 信号444 好 这个是下面的h3 对吧h3的标题 好变成这个颜色 然后呢 他有一个下滑线 好 border 那直接在这里面写 bur borderbut 等于 实现 然后是一个像素的 然后 信号 找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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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接近的颜色 好 这个颜色吧 稍微前一些对吧 稍微前一些 重新再入 好 就有一个消化线了 然后给他一个padding padding button 等于五个像素 好 就是五个像素吧 五个像素 六个像素 颜色可以再强一点 好 这个颜色正好 好 那么这是h3的样式 好 然后呢 给h3一个这个 下面的这个文章呢 文章就用我们之前的之前的这个 之前这个下面首页下面的这个文章 好 好 那帮我们把首页的内容借过来用一下 其实在我做网页的时候 很多时候 很多东西都是通用的 对吧 都是通用的 复制过来 list这里 好 任务文章提建 十个 然后 然后 不对 放错位置了吧 没放错 嗯 还是class 好 class top 这个叫做 toplist 对的 toplist tit 对吧 这样来一下 tit 好 这样 就不会有冲突了 好 然后 文章拿过来之后呢 把样式也拿过来 那么这个是针对活动这边的样式对吧 活动 我们找到这里 活动 好 在这儿 从 从 这个开始 然后一直到 这里 都是 好 都是 拿过来 复制到这里 复制到这里 粘贴 然后把这个 换成 换成我们的这个 toplist 对吧 把这个换一下 acctln 换成 活动缸币 换成我们的这个toplist就可以了 好 好 这个时候来刷新 看一看 没有效果 这里是新号 对吧 新号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只能给它改一下了 改成这个id 好 也可以 对吧 因为这个热门文章的话就只有一个 好 好 那么这样呢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效果 好 然后就是热门 这是热门推荐 热门文章推荐 然后再把它一起 整体复制一份 好 整体复制一份 然后到 这里来粘贴 id的话 这个 难免就要改一下了 下面是热门 然后这个是 点击排行 对吧 点击 点击 或者是把这个去改成class吧 把id改成class 可以的 class 然后 这里也改成class class 然后到这里面去 list里面来 将这个信号 toplist 看一下有多少 好 全部都是对吧 全部了吧 改一下 替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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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改成 点 toplist 好 全部替换 那这样呢 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就不冲突 然后呢 让这个热门文章 好 热门文章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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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做 id 给个id 叫做推荐 推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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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个 10个像素 或者是20个像素 好 区别大一点 对吧 好 那么这样呢 这样呢 就制成了这个热门文章推荐和前面这个是点击点击排行 好 点击排行 那么这是这个列表 然后呢 嗯 这里还要给我们这个 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解决 对吧 给这个list navy 让它有个这个measuretop 好 向上有个 10个像素吧 measure tope 10个像素 或者是20个像素都可以 20个像素 好 选择 在 navy 这里 加上去 好 重新再入 没问题 然后呢 把这里的这个多复制几个 多复制几个 好 在这 随机的导览一下 1 2 3 4 3 3 1 5 6 7 4 3 1 7 6 5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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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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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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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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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9 9 一个像素的圆角 然后在60%的时候呢 变成这个 100个像素的圆角 好 看一看 或者是给它改成50% 对吧 50%的话它就是圆的 F5 还不是圆的 达不了圆的这个效果 那就可以把它改成 适当的改一下 BUR DUR Reduce 200个像素 四次 调一个合适的值 好 11个像素 好吧 就11个像素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其实这个时候 开始的时候大一点 也可以对吧 大一点 大到110 然后结束的时候 11对吧 那么这个11呢 然后结果之后 结果之后看一下图片在哪 在这 好 就可以把应用给它对吧 可以让它显示九个像素的圆角 小一点 好吧 对吧 这样看着就比较舒服了 好 非常的舒服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文章的这个图文 图片内表页 对吧 图片内表页 然后下节课呢 我们来制作这个新闻内表页和这个内容页 好 那么那个就比较简单了 好 那么这节课的话 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